大家好 社會局的部分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廣辭不愛院對社會局來訪是非常濃烈的感情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重啟開發之後 我們還是以社會局的福利服務設施為主 主要也是希望把原來廣辭不愛院 安老、福佑 還有一些對這些長輩的照顧、副工作 能夠繼續允許下去 所以未來我們這個場地 規劃之後的社會福利設施 我們有包括老人的身心障礙 還有健康的活力區 還有親子館、托嬰中心 老人的日間照顧中心、養護中心 身心障礙朋友的日間作業所 等設施都會報告在裡面 那剛才講的這個圖書分館跟 里面活動中心也會報告在裡面 另外主席叫我講快一點 我一快就覺得這個聲音就出列 那我也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個人在這邊出席過三場的說明會 當然有些朋友都非常熟識 我們很期待社會局非常希望 廣池園區可以好好的開發 我們都一再說明 台北市現在福利設施的用地 取得其實非常困難 當時高齡化、少子化 還有一些在福利邊緣的人 他還是需要很多照顧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也希望從預防、失能跟早期介入的方式 提供市民一個 類似像中繼服務的地方 或者是健康活力區 長期樂活區還有育幼的服務地方 這是我們社會局提供市民福利服務的一個 非常保困的地方 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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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